诗篇第二篇 列国为什么骚动 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 世上的君王起来 首领聚在一起 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丽地说 我们来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 摆脱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讥笑他们 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 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 说 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 受告者说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御旨 耶和华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你求我 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 把全地都归属于你 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 好像打碎淘气一样粉碎他们 现在 君王啊 你们要谨慎 地上的审判官啊 你们应当听劝告 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 侍奉耶和华 又应当纯战精的心而欢呼 你们要用嘴轻文子 否则他一发怒 你们就在路上面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是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 你们要听着我 有福的 明天